新加坡繁華的都市 也有社會的暗角 尤其在2008年 金融海嘯發生時 有許多學生 因為父母失業被迫辍學 新亞助學金計劃就此展開 不只是發函到全島的中小學 志工也親自上門拜訪73所學校 即使在當時此計善款的收入 也因金融海嘯受到影響 大概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就紀伊師兄跟我們講 現在有多少錢 現在有多少款項 我們就趕快要去統計 一方面也要看 這邊的學生人數有多少 因為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但是還好 新加坡愛心人還是很多 想住人 難行也要行 在1993年註冊成立時 就是課難的開始 沒有場地 常得借用曝光佛堂舉辦活動 很多人也都不認識慈濟 要募款 招募志工都非常困難 有些什麼事都不相信 不懂真的是假 有啊 有時候募款的時候 給人家講到 我們都會流眼淚都會哭 有些他們不了解嘛 對不對 1998年在牛車水設立會所 志工更是想盡辦法把慈濟介紹給民眾 因為那邊是美食街 很多人走來走去 所以我們就會在門口跳團康 連他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這邊跳團康啊 那時候一定要臉皮要很厚的嘛 然後就會開始把他們一個一個這樣接進來 從關懷貧病老落開始 除了定期到療養院關懷 住在主屋裡的獨居長者更是常去探訪 有做媽姐 有一些就是紅頭巾 就是做建築的 他們都是來自中國 在這裡沒有家人 當他們年紀大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去享受那個家庭的樂趣 我們可以幫他照顧他們 推他們去看醫生 或者是幫他們做家務 每月一次在牛車水廣場舉辦的關懷日 是大家最期待的大日子 他們最喜歡有一個環節 就是卡拉OK時間 但是又不是有器材的卡拉OK 就是阿公 阿媽他們喜歡唱什麼歌 就來來來 上台 我們在旁邊伴著他 他拿著麥克風就唱 哇 很踴躍的 很高興的 陳永靜啊 我感受人生的過程 特別的死亡 好 那我們先去設計師 我們先去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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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慈善起家 醫療 教育 人文 環保 逐步踏實 好 2005年 禁思堂啟祐 準備好 組織改造 深入社區 開智善業 一路陪伴平病獨牢 走過了低潮 也與大家共同面對疫情 最終發現愛事源源不絕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感恩戶 他們真的是生活已經很不容易 當看到他們回饋這個愛心的時候 也會佩服他們這樣子的精神 當時而立 我們現在就是要更往前跨出一步 我們在新加坡有很多的自業體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要把這個量化 然後變成自化 質量方面 要好好的在這方面提升 能夠把更優質的服務 就是給每一個新加坡的居民 帶海新聞新加坡 最後報道